Hello 大家好 那老规矩希望大家还是把这个签到两个字打在屏幕上 随着你拍摄质量的提升 那你会开始希望拍摄更多更专业的镜头和运镜效果 但是很多时候手机拍摄或者相机稳定器达不到你的这个要求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开始考虑是否购买滑轨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会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我们洋葱工厂的一款滑轨 热狗三代电动滑轨 相信我很好用也超智能 可能很多人会想一款滑轨而已能有多智能 别着急 这期视频我会很详细的从外观到使用上一一为大家展示一下这款滑轨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用到滑轨 其实为的就是去拍摄一些更稳定及更专业的镜头 特别是拍摄风光大片产品展示和一些移动延时摄影的时候 这种稳定度是手持或者是相机稳定器没有办法达到的 这边先为大家展示一组利用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滑轨拍摄的样片 那当你收到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滑轨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同时收到一个这样的收纳袋 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滑轨和电机都装在里面 很便于鞋带 首先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滑轨采用了碳纤维管来制作 这样会大大减轻整个滑轨的重量 从鞋带上会更轻便 或者是当你把它装在你的三角架上 也会给三角架减轻一定的负担 另外整个滑轨在金属边缘的裁切上也是做了一个鞋角的打磨 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档子和有质感的 那我收到这款是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滑轨的专业版 也就是带有显示屏的版本 大家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基础版本 区别是专业版你可以直接在滑轨的电机上通过屏幕来设定AB点的位置和调节速度 那普通版的话就必须通过手机APP来调节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了 那么这款电动滑轨也提供了多个尺寸供大家选择 比如说50 60和80厘米 还有1米和1米2 那我手上的这款是80厘米的 那根据你的拍摄需求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尺寸 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滑轨的底部以及两边都有很多的接口 这可以让你很轻松的将滑轨接在比如三角架等这样的设备上 那或者竖着将滑轨连接也都可以 再来在滑轨的两侧大家可以看到四个支撑角 那么洋葱工厂很人性化的设计了这种卡扣可以让大家自由的选择这个支撑角的角度 或者你也可以将支撑角拉出 这样任何地形条件你都可以稳稳的将滑轨放置在上面 那么说完了外观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安装这款滑轨 其实很轻松安装电机的皮带你只需要将皮带从中间缠绕进电机的齿轮 电机连接在滑轨的中间平台上用它配备的这个螺丝给拧紧 然后将皮带两边卡扣利用滑轨的磁吸式设计将卡扣卡在两边 再用滑轨所带的这个小螺丝刀拧紧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对于电机供电的部分 首先你可以选择直接外接电源供电 比如说拍摄长时间的这种延时摄影的时候 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外接这种NPF的大功率电池 比如说NPF970,750或者550 那么我用的是NPF970,1万毫安时的这个电池 那续航时间最多可以达到10个小时左右 对于滑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沉重 那倾斜滑轨的沉重可以达到14公斤 如果是垂直的话沉重可以达到6.5公斤 所以在沉重上面这款滑轨的电机是非常够力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滑轨中间有一根这个中轴 这个东西很重要 比如大家需要拍摄出这种左右滑动的画面 另外镜头又必须始终保持对着你所拍的物体 那么你的相机在滑轨上除了左右平移之外 还需要使相机旋转起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将中轴调整出一个斜角 那相机在平移过程通过中轴的时候 自然的就会旋转起来 那么中轴角度越大 相机对应的旋转的角度就会越大 那么我为什么会说这款滑轨很智能呢 除了利用手机APP来设定AB点 调节速度设定延时摄影这些基本功能之外 洋葱工厂热口三代电动滑轨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可以和你的相机稳定器进行四轴联动 目前洋葱工厂热口三代电动滑轨支持的相机稳定器有 大江如影S和RS2系列 那还有智云全系列的稳定器 那四轴联动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边我会为大家展示一下 将稳定器相机以及滑轨连接好 我这里使用的是智云的云鹤MR 那首先大家打开洋葱工厂的APP 找到并选择连接好你的滑轨 然后再找到你的稳定器连接 这样的话除了从左右AB点的选择之外 你还可以在中间选择这个关键称处 让你的这个稳定器往不同的方向去旋转角度 从而你可以得到一个除了左右平移和旋转之外的 更多角度拍摄的变换的这样一个画面 那有没有很棒呢 那么除了能与相机稳定器连动之外呢 如果你有洋葱工厂的这个能量管灯 就我后面这两个 这个时候同样打开你的洋葱工厂的APP 选择连接滑轨 再找到你的能量管灯连接 这个时候厉害的来了 你在选择滑轨AB点的过程中 添加的所有的关键帧 你都可以对应的让洋葱工厂的能量管灯 在这些关键帧处 以你需要的颜色来做一个变换 比如第一个关键帧 我想灯管显示橙色 那么当滑轨移动到关键帧处 这个时候你的灯管就会变到橙色上 以此类推 你可以在所有的关键帧位置 都选择对应的颜色 那让你的拍摄的整个画面 更有你自己的风格 以上这些看下来 大家应该知道 我所说的这个智能是什么意思了吧 对于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滑轨的价格 那相比市场上其他电动滑轨来说 它的价格是很人性化的 那么其实这期节目也特别需要跟大家 科普一下这个专业摄影器材价格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当在我的频道推荐一些专业摄影器材的时候 大家去某宝查完价格会觉得价格有点贵 那其实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专业摄影器材其实价格几乎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毕竟专业摄影器材是小众产品 小众就意味着开发者不能大量的投产 因为市场需求量没有这么高 而且这类产品的迭代率也不高 通常你买了一款器材你会用很久 那既然不能大量投产 单个产品的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很多 这也就造成了为什么专业摄影器材价格普遍偏高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比方 一款单反无反相机上市一段时间之后会降价 而镜头却不会降价 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 相机机身迭代率比较高 而镜头不会 从而镜头产量就会相应降低 那单个产品制作的成本就会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专业摄影器材的价格会大家认为比较高的原因 那么综上就是我对于这款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华鬼的一个介绍和测评 那对于有想购买华鬼的朋友来说 除了质量之外 设备的便携性和易用性是你值得考虑的因素 另外这个设备是不是能够更智能的操作 还有能不能给你很多额外的优秀功能 也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我认为洋葱工厂热狗三代电动华鬼应该是你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同样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频道的发展需要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那我也会继续推出更好的节目来回馈大家 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